坠楼曝尸5小时,紧拖延,吓坏路人 台北市前天中午11点42分 发生一起30岁黄姓男子 从17楼坠楼死亡案件 城市地点就在中校东路5段的大马路上 但夸张的是,当时令日当空 男子的遗体曝尸5小时才移走 信义分局表示,1点30分通知家属 家属赶点30分到场 但现场处理的原警竟然拖到3点31分 才请示检察官验尸 外请检察官赶紧指示警方先采证 再移至殡仪馆相验 最后4点40分才将尸体移走 由于城市地点旁边就是幼稚园级商家 扑石大街5小时,以南民众不满及不忍 检察官昨天调查警方是否蓄意拖延 承判警员静推说,要等检察官到场相验才改遗失 不知可报请移至殡仪馆相验 信义警分局侦查队长 昨天晚上也火速赶往北检说明 表示有行政疏失 将加强同仁专业教育 动新闻,梅童李新,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